民進黨這次的敗選檢討裡面沒有提到蘇院長跟蔡總統 那特別是蘇院長這邊 那個高教育委員這邊也說希望可以團進團出 那這點你怎麼看目前檢討報告中都沒有提到 我們民主政治就是責任政治 那11月26我們選蘇了 責任政治負責的最高首長就應該下台負責 這我已經講過太多次了 那我覺得我畢竟我是在台北市議會 我管不到他們行政院的事情 花進群這樣子的貝群態度會覺得說 好像不是一個作為政務官該有的態度 他這在我們台北市議會早就被轟出去了 那會給他如果是你就是對上他的話 你會給他 我會丟一根粉筆 請他畫一個圈圈在那裡發展 昨天講說要這次投給習近平要來看一下 這次立委的補選要投給習近平看 那今天特別來陪宜農來掃市場 那也是幫他來就是跟這邊的民眾來爭取更多的選票 我只是配角櫃台昨天刻意誤用前天 我在吳宜農廟口開講的場子講得那麼清楚 那已經有影片講得非常清楚 因為要找我們開戰逼我們開戰的就是習近平投給吳宜農就是堅定的告訴習近平 我們台灣人不是好惹的我們愛好和平 但是我們懂得追求和平的第一步就是做好戰爭的準備 所以宜農先前對國防民防所做的一些看法規劃完全正確 所以我認為投給吳宜農當然就是告訴習近平我們台灣人做的決定 我希望你們不要再誤解不要斷章取義 還用在國民大會裡面揶揄我們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齒的做法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磁磁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深塵菌呢 這是上我們的快點購